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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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非常感恩你们今天能够参与我这个活动 这是我25年的一个纪念日 我在25年前 主动找人说我想要进来这个行业 我的严兄弟他跟我说一句话 李翔你走的那一条路是最难走的 但是我一直这么的坚信 人这一辈子只要做好一件事情 就功德也满了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想要写书 就是因为我觉得书当中有太多太多的智慧 我下一个25周年的另外一个目标 就是把我的故事要编成漫画 把我做销售的经验用漫画来写 所有的目标的达成 都会做成你实现梦想的那一刻 小小的目标 就会成就大大的梦想 完成目标 从来不是想要证明到底自己有多厉害 而是为了证明当初你所做的决定是对的 我希望透过文字能够传承我们的这个 影响我们这个时代年轻 我觉得这个时代年轻人 很多不够正能量 希望我们这股正能量能够帮助他 永远没有忘记我当初进来这个行业 最终最终的使命 我是希望把保险做到最好 智力的提升 授权从业人员的行业的价值 我们的专业 我们的社会地位与形象 这是我现在还在努力做的一件事情 感谢这一段陪我走过漫长路的每一位 如果你没有信念 你是没办法生存 当你越相信 你也有更坚定的信念 我一定会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只有在逆境的时候 才是真正考验一个人的能力跟能耐 不要在逆境的时候选择退缩 也不要在逆境的时候选择放弃 我的人生就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希望你以后也能够把你励志的故事 分享更多的人